看前点赞,女友不断 Hello,大家好,我是褚儿 很多大兄弟都问我呀 女生聊天聊不下去了 不知道聊什么了,怎么办 那看到这个问题啊,我只能呵呵了 因为很多大兄弟都进入到了这个幕区里面 把聊天的目的给搞错了 聊天不是为了巴拉巴拉的聊个不停 而是建立吸引,制造期待 解决冷场的方法啊 就是不要把聊个不停当成聊这个目的 假设啊,你的妹子刚认识不久 你了解她的途径很多 通过查户口问她是最让人讨厌的事情 聊天冷场呢,往往就是出现在认识不久 妹子和你不熟 尴尬感和陌生感还没有消失的阶段 因为和你不熟啊 失去你这个不熟的朋友 她一点都不会难过 一旦你做了什么事情 或者说了什么话 让她产生了不悦的感受 她可能就不想理你了 正因为如此啊,刚认识的阶段 宁可无功,也不要频繁的犯错 如果你想找她聊天 不要每天都找她 更不要没事找事啊 因为她不积极投影 很快的就会变成一问一答的节奏 妹子很讨厌这种方式的聊天 聊天的原则 无聊不如不聊 周一到周五 下班之后,如特殊情况 信息不用每天都发 即使要发呢,也不要超过五个来回 把事情说完就主动撤了 因为刚刚认识嘛,她对你没有太多的好奇 是不会太主动的展开话题的 你找她有事,问完你的问题 她回答的差不多了 那也就应该选择主动结束 比如 嗨,你上周吃的大炸鲜是哪里的啊 这周想带朋友去吃 她回答了你,你表达一下感谢 那你就可以撤了 等你真的去了,觉得挺好吃的 你可以去主动的找她聊一聊 谢谢她的推荐 要是她还愿意聊的话 再聊一聊吃的话题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点,让她感觉你不是苍蝇 不会一直在她的耳边嗡嗡叫 第二个,跟其他纠缠她的屌丝进行区别 有了反差,她才会对你眼前一亮 第三个,产生好奇 通过几次的互动后 她会开始探索你 想了解你 到了周末呀,如果没有见面 可以短信的问候 但也不易超过十个来回 如果保证这样的聊天频率 你根本不会害怕冷场 因为你压根没有打算聊很久 你还没有到聊不下去的时候 就已经撤了 如果气氛好,你把聊天结束了 她还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对下一次聊天自然会产生期待 有一种情况啊,你可以大胆的聊天 那就是她主动的配合你展开话题 如果你没有刻意的去找话题 她也很积极的分享她的感受 主动的去展开话题和你聊 那就说明妹子对你有好感 想和你多聊一点 那这个时候啊 你就可以和她愉快的聊天 如果是周末呢 你们也一直聊个不停 说明了她也确实无聊 是一个不错的邀约窗口 周末的时候啊 你们一开始只是闲聊 她暗示呢,自己有点无聊 可以问一下她周末的行程 她肯定就会说没有安排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约她出来玩了 成功率接近百分之百哦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吸引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往回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号 ccxt668 我来帮助你哦